上期视频说到了在欧洲雪场吃饭,分三类,餐厅零食吧和野餐 讲完了野餐,我们现在来讲讲餐厅 雪道餐厅的话,主打就是一个景色好气氛家 吃的东西其实是很典型的西餐 牛排,汉堡,披萨,薯条,这些快餐 毕竟来滑雪的,大家就算中午打算坐下来吃个中午饭 但是也不会像是晚餐那样一道一道慢慢享受 主要还是以快餐为主 不过伴随这样的美景,吃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味道也是其次的 主要是景色真的太好了 而且价格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法国雪场一个快餐套餐的价格在30欧左右 意大利和奥地利稍微便宜一点点 瑞士会贵一点,差不多50岁了 其实对应的是首都核心区餐厅的价格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国内的万龙滑雪场了 真的太太太太好吃了 我觉得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雪场,没有之一 那个羊腿抓饭真的绝了,真的绝了,我人没了 吃过小伙伴在评论区把照片发出来啊 我现在手里没素材,我真的真的很馋 很多雪场的餐厅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室外区域到下午两天左右 以后就会摇身一变成雪场低厅 有DJ搓碟,人也聚集起来了 伴随着有节奏的音乐,买杯酒水就可以每每开蹦了 简直不要太快乐 蹦到四点,滑下山,回去洗个澡收拾一下 找个餐厅享受一下晚餐 这个就是度假的快乐呀 那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前后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欢迎一起参联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